最近有一個內地女網紅博主 在社交媒體發文 控訴在香港旅遊時 一直一直被香港男生看 情況令她覺得很不舒服 強調對方是看得緊 而不是只看兩眼那種 她還說自己當時的穿著打扮 一點都不誇張 女事主還貼出了當時的相照證 相片中左邊的男人 就在看著拍照的她 她還發短信給 同樣都在香港的女生朋友身 誰知對方都說 在同一天遇到同樣的情況 之後有不少女生都留言反映 遇過類似的情況 還指明兩大地區 旺角和深水埗 也有很多色彩 不過也有網民 試圖為香港男人的行為解釋 說可能以為是女明星 可能別人只是覺得看著稀奇 畢竟香港本地也沒什麼穿著 還說其實不止香港有這個情況 不應該為這個行為貼上 David 標籤 但之後也再度被女網民露批 是一會兒的 不要緊 看著 請看 Ю 雖然 喜歡 請